我是万元中 您先收听是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在这个连续假期 当然要说追剧 我们请到的是追剧的专家张振芬 振芬你好 容哥好 振芬刚刚去参加纸牌屋 Washington DC的这个演出回来 演一个华裔的一个女性的Senator 其实振芬刚刚是去美国看自己的女儿 女儿很优秀在哥伦比亚读硕士 然后呢 两个也到安排你到Washington DC去玩一玩 你说那个Washington DC是一个很无聊的城市 我觉得非常的无聊 就建筑很大 非常无聊 他如果没有今年的三月四月的樱花 我觉得单纯去看白宫 事实上是非常无聊的事情 不过这个懂政治的人 或者是说在政治方面做事情的人 到Washington DC是非常精彩的 跟这些政客聊天 里面有很多的游说 反正又是一个很国际很美国 反正很多东西在里面这个暗潮汹涌的地方 对我走在路上 因为我刚好又遇到那种就是We Day 就是上班的 我走在路上看到很多西装鼻子的人 我都觉得他们好像都是一些很厉害的政治人物 要不然就是FBI跟CIA的那种感觉上 对我在路上我看到 国土安全局 对我在路上我看到FBI的警察 然后感觉上好像自己也在身处在美国影集当中 OK就像纸牌屋一样 对纸牌屋 对对对 好在这个假日之后 这个之间的我们谈几个你最近追的戏 是 然后第一部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哪一部 暗夜情报源 这部戏在Netflix Netflix现在在台湾 也是第一名第二名 那我刚好在美国 我这一两个礼拜都在美国 他是全美第一名 你是从在飞机上去的飞机上开始追吗 都有 对然后我还下载在飞机上也看 他的原文叫什么 原文叫Night Agent Night Agent 对 Agent 其实我们常常讲经纪人是agent 可是他其实也翻译成探员 对对对 这个戏呢 因为我看Netflix排名在前面 我就看了第一集 是 他是真正就十集吗 他十集他目前只有第一集 很多网友都敲碗 看第二集能不能出来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就觉得很闷 你知道吗 一看是十集或六集 六集的我就觉得很好 这样追一追 不会掉进去 你知道吗 就看到第六集 又开始说 又好像故事没讲完 就很烦你知道吗 对 可是其实我觉得暗夜情报源 他的好处是第一集 你看完第十集 你会觉得他好像算可以有一个段落 他是把一个case讲完了还是吗 还是没有 把一个算算算算 算把一个case讲完 把一个真正的那个凶手找到的概念 对所以算是一个ending 但是我不剧透 但是其实他也可以发展第二集 大家也蛮期待第二集的 OKOK 这个男主角倒是没有看过 年轻的一个帅哥 但是也不是帅到爆 对 但是就是看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他其实是一个童星 他十五岁就开始演了 因为我看完之后 因为大家都觉得很陌生他 所以我也上去看了一下 他十五岁 都是一些我觉得没有很有名的剧 都是很有名 没有很有名的剧 但他也演过电影等等 都是我没看过的 那他现在 对 但他在这边演 我觉得后来大家就开始热搜他 然后就发现说他为了演这一部 也去健身啊等等啊 然后就感觉上他的帅度 就已经增加非常多 对啊 这童星很多 我小时候也是童星 我在国父 在国歌的那个里面出现过这样 真的啊 那也是超伟大的 超伟大的 非常冷的一个笑话 假期讲冷笑话 无所谓 是的 这个戏 我看第一集 第一集了 第一集第一集 看了一下 你觉得这个戏 你为什么要推荐 这么多的谍报片 或者是说侦探片等等 我最怕影集的东西 就是一看 就知道他有 好像有formular的 好像就有公式 这些 这现在是现在这种 所谓的这个数位平台啊 常发生的问题 有时候看看第一集 就差不多这个样子了 明星也不是superstar 那就就放掉了 所以有时候并会有一株之害 为什么你会觉得特别 我觉得大概如果我要推荐 我大概自己想有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他非常的 当然你讲他可能有一些公式啊 经典啊 但是我觉得老梗跟经典桥段 是一线之间 那我觉得他其实有一些经典桥段 那还有第二个呢 事上其实他对于每一个人的支线 其实设计的很好 我们最怕说看了半天 只能看男女主角 可他里面的每一个支线 我都觉得他设计的很好 所以你会看这个剧 其实还蛮过瘾 他每一条线没有废线 我们常会觉得 我们看影集常会快转嘛 有些就快转 不会啊 其实他的每个而且每个支线 都会跟主线搭的很 很有逻辑性 那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 我觉得这是现在Netflix影集的最大的 优点是最大的缺点 就是他可以一系合成的看 我觉得很适合长假看 他这个其实有十集 你会一口气看完 他每一集 我不晓得伟忠哥看第一集 第二集你会想要马上看吗 Depends 很难解释 对对很难解释 就是我看的如果那个钩子 不够钩吗 不够钩的话 我就可能我就看看 像像暗夜 暗夜这个什么叫 暗夜情报员 对 你觉得钩子不够 我不知道 我第一期看我觉得有点平淡 但是something happened 就是当然就是要不要往下看 那就用这种情报系来讲 我就不知道 可能是年纪的问题 我觉得他差不多还是有公式 这样的状态 那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我可能这样相对 我可能就 刚刚伟忠哥讲年纪 我可能相对年轻一点 我觉得我比较能接受 而且我很快能够接第二集 你这样讲 小心被暗夜情报员杀了 好 所以你觉得钩子也不错 钩子重 对 所以它是一下子十集 所以你第一集看完 你就马上想看第二集 我觉得很适合长假的时候 一路给他追完 我觉得很适合 所以我觉得 他很适合在长假的时候 放在你的片单当中 一下把看完 看完 你在不剧透情况之下 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喜好 看在什么地方 男主角剧情差不多 简单说 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想到说 像这种情报片 它是FBI 那FBI其实我们想知道 它可能就是跟恐攻有关 对不对 刺杀有关 都是这样的业务 那实际上这一个男主角 他就是个最底层的人 他不是一个很厉害的警员 他不是一个很厉害的 我们讲的警员 探员 他是一个很低层 他其实就是一个接线声 他很接线声 他其实他在白宫下面 底下的地下室 接半夜的电话 那个电话 其实就是一个秘密电话 如果他们FBI的探员 有发生任何事情或怎么样 就是一个秘密电话 所以他完全是接了电话的 那个接线员 那这电话基本上 其实都不会响的 不会响的 不会响的嘛 很少有 所以你会从这个角度去切入 怎么样看待他开始 是恐攻的呢 还是刺杀的呢 还是内部有反见解啊 等等 那一路下去 所以是从一个小阶级 慢慢去做 除了这之外 我觉得还有吸引我的就是 他在里面的演员 你会发现他不是 全部都美国演员 我觉得这是一些 Netflix影集里面很多元的 你会发现后来我去看 他里面的演员 男主角当然是美国嘛 那女主角好像是纽西兰 然后里面的呢 也有泰国 然后有伊朗 然后还有华人 你这次是说 里面的角色还是 是演员 你就会发现说 你不是只是看一个 美国影集的感觉 那我觉得很多元 美国就国际化 很多人呢 但是你就在善用各种各种 对对对对 然后每一个人的角色 我觉得设定的都非常好 我觉得这是好看的地方 这是好的地方 就让很多演员 很多不同肤色 不同族群演员 可以在一个故事里面 但是并不是说 分说你是哪一国 或者怎么样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你在看在这视觉上了 我觉得现在 现在可能 以后人就会习惯 一开始我们看不习惯 一开始看 我们看是白人的父母 那生的孩子是东方人 或者是黑人 对 可是他这个是一个政策 就是我们反正是演戏 对 所以不是说 奇怪为什么白的会生出黄种人 他就是一个政策 就是说演员可以来参与这些演习 一开始就后来发觉 现在好莱坞这种演义的政策是如此 你也就习惯了 尤其影集 电影上我觉得还没有出现 我觉得影集 尤其是Netflix影集 我记得我很早很早以前 Netflix刚进台湾的时候 刚好我有机会跟Netflix的人去交流过 他们说他们当初在 我就因为我们很希望把我们台湾演员 能够送上Netflix里面去 他就说 我就问他说 你们选择的原则是什么 他们说他们一定要多国多元 因为他们是一个一上去 就要就190个国家被看到的 对对对 所以不会说这个 他就这样子了 你也就习惯了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电影 电影还是在黑屋子里面 希望进入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状况 在影集上是可以看 我是演父亲 我是白人 我孩子是黄种人 但是不是说跟黄种人结婚成的黄种人 就是你就演就对了 对对 有这样的状况 对 然后还有就是这一部 这一部剧 他其实还是改编一个小说 那小说是一个记者出身 所以他其实对于里面 FBI 恐攻等等 他里面的描述 因为这个记者本身以前 其实就是犯罪 跟很多像FBI 这样子的写 这样子的新闻的一个记者 对对对 我觉得从记者去写个小说 然后从小说去改编这样的影集 我觉得他是怎么样 有所本 我觉得有所本 这个这样子的剧情 其实你看起来 我觉得比较不会出戏 我觉得 好像比较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比较有 就是他比较有 当然还有就是 我觉得剧情里面 当然像这种FBI 这种情报片 我觉得他根本里面的一个 怎么讲 核心里面探讨的应该就是一种信任 我觉得 就是你会在这过程当中 你到底要不要信任 你的主管给你的任务 你的主管是不是已经被收买了 哎呀 对不对 你的主管经常被去收买啊 哎呀 对呀 所以呢 所以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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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自己要自己的判断力啊 OK 自己判断力 你知道FBI跟CIA有什么不同吗 FBI基本上 它是属于司法部嘛 那CIA其实它是收集国外的国际的情报 这两个地产 大体上来讲 CIA是管国际事务 对对对 FBI是FIDERAL 就是管美国国内的事 美国国内的 对对对 它很复杂 它有什么国土安全局啊 反正美国这种情报单位 跟我们台湾是这样 什么警种啊 国安局啊 也是有很多很多 也是很多很多 那这个很绵密的组织啊 越绵密呢 可能也常常会越腊钩 对 所以我们会这样看的影集上 就是地方性的警察 后来被 接收 后来FBI来了 又接收 干嘛 就搞得很乱 管区不同 对对 大家互相踏陷 踏陷就开始吵架 然后踏陷 然后大家要拼自己的KPI 对对对 不过这个男主角看起来蛮顺眼的 就是他也不是看起来空物有利性的 可是他脱了衣服之后 你会发现他还是蛮有料的 对 那个郑芬他们家的最近的婚姻也是因为 郑芬经常喜欢看下男孩男演脱衣服 说有点问题 我靠去疗愈自己好不好 对 这个很重要 问一下 好 你不能说中年了 好 你就好像年了这样的女性 你们真的看 屏幕上那个 这个男女很亲热的画面 跟老公在旁边看 然后或者是男人身体很壮 老公 你会不会觉得老公会有点吃味 不太敢看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老公当姐妹了 就是你 他老公叫小和了 我们也好朋友 就是姐妹 我觉得多少有一点 小和会不会趁这个时候 会站起来去倒茶 等等 他不会 他会跟我一起讨论那个身材 他算了 他算了 不你们还是会对这种很肌肉难 很muscle 然后还是会 女人还是会 那伟中哥 那你觉得对胸部很大的人 看去你会有感觉 我现在真的不骗你 我也不怕人家笑 我们现在看这种东西 看着会尴尬 真的吗 尴尬 对对对 你会快转 还是去倒茶 不会快 问题就是不会快转 不会倒茶 但是就是无感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就是看着会有点尴尬 就是 还尤其 还尤其的年轻少年十五二十时 这个 还觉得自己身体壮日 那就专注剧情吧 不 反正 就怕跟太太一起看 太太看这个床戏 要什么时候 就看 测验看看 结果反应怎么样 如果他 如果他靠近我一点 我就去倒茶 好烂的男人 男人老是很烂的 但是你知道吗 影集这种东西 就是没有广告 你没办法喘息 对不对 所以自己要找机会起来倒茶 是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是王雨忠 你现在收听是A 我说到哪里了 在连续假期 我们要请的振分 来告诉我们哪些戏可以追 在第一段时候 我们介绍了Netflix 最近有个戏叫 暗夜情报园 是美国戏 讲的是FBI 这个寻线办案的事情 OK 十几 很快 但是第一 第一季十几 其实可是完整的固执 所以你不一定要跨到第二季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 第二部 你要帮我们介绍的戏是什么 陆剧 向风而行 向风而行 在哪里播出 可以哪里看到了 他在爱奇艺 腾讯 然后央视 然后台湾 利TV都可以看得到 OK 他现在正在上映还是什么 他 全部播完了 全部播完了 多少集 39集 39集是大剧 现在录剧还是很多 这种三四十集 对 你先看戏 你会用快跑看吗 有的会 有的不会 这不是很不去吗 快跑看对演员 对影集 对内容 对编剧 对导演 都是侮辱 我不是那个快跑 我是1.25倍速看 不是那种 一段一段这样子的快跑 1.25倍速 也是这个很侮辱人家 真的吗 很多人这样子吗 看戏 不会啊 你知道吗 现在科技的发明 这是福音之一 这样子 我觉得是真是 是有点可惜 我觉得了 但是我尽量不要让自己快跑看 尽量不要让自己快跑看 可能我做这个行 王总觉得是在幕后很多人付出这么多 你快跑看 我觉得很 那个什么 电影可以 但是影集连续剧 我觉得能够有点恶物 我下部舞台剧就是看戏的 追剧的人生 里面就有演员快步演的 真的吗 自己快自己快 自己快 就是讲现在观众看戏的问题 我们中间会快 然后在床上 为什么这样不好演 为什么这样不好演 我觉得就讲看戏 追剧这样的事情 对 我身边很多人追剧都是倍速的 我不晓得我中国你身边人 如果有看戏的人 他们会会会倍速看吗 我老婆好像没有 小慧姐好像没有 确定 我是尽量要 但是我选戏也是 也是精选了 也是这个戏可以看 OK 那看心情 有时候看喜欢看打的 有时候要跟着看剧情片 慢慢跟他走 对 我觉得慢慢跟他走 可能我们这个年纪可以这样子 好 这部剧要向风而行 爱奇艺 丽TV都有播 然后39集 这故事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的是什么 故事 录剧 录剧 它的背景 其实就是机长 开飞机的 开飞机的它是民航机的 不是那个我们想要讲的 TOPGUN的这种 不是 它是这种开民航机 就是我们坐飞机机长 那它的职场 这种职场剧 其实有 很多 很多 那为了看这个 看完了之后 我还 我还请教了我一个大学同学 他也是机长 我就问他 我说看这样子的剧 里面有关于 当机长跟航空业之间的 专业的部分 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他也是不追剧的人 他为了我 他也大概快速看了一下 他跟我讲说 这部剧里面有关于 机长 或者飞行的部分的 专业度90% 所以这部剧 教大家怎么开飞机 怎么样可以当上机长 真的假的 真的 他里面其实男女主角 一个机长 一个副机长 一个机长 男主角是机长 女的是本来开货机的 然后他被转到 开那个客机 本来是副机长 变机长 但这个过程当中 有被降到观察员 被降到地寝 然后再从副机长 再升机长 到最后 当然还有所谓 录据的正能量 是他们可以开上 他们自己的国产飞机 这个是另外一个意义 重点 它是一个职场系 职场系 然后有爱情 想如何做一个正机长的 对对 正机长的一个故事 可是在未来 很多飞飞机 全部都是AI 都是电脑 有人说这个行业 会会慢慢没落 这个机长 这个行业 所以他 当然他这剧里面 没有提到什么 我钟哥所提到的AI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他里面 有提到的是很多 就是判断跟人性 因为其实我觉得 开飞机到最后 或很多最重要的时候 其实在很多都自动驾驶 他在碰到很多天气的问题 或是里面任何的问题 其实他还是要做 很多人为的判断 那他人为判断在剧中里面 我觉得他做了蛮多的桥段 跟蛮多的设计 这个部分虽然他没有 多高深的理论 可是我觉得看这个剧 就是怎么讲 舒服看 不见得每一个剧 都是要非常的紧张 他去有没有像那种医生的剧 那种白色剧 有他们自己 这种航空业里面的 一些潜规则 一些斗争 对对对 那我觉得他可以类比到 现在企业的斗争 就是A主管 看不爽 B主管 因为AB主管 最后都可能都要去升到 AB主管上面最高的 所以这个其实 他类比在职场的斗争里面 我觉得还算蛮能共鸣的 那职场斗争就差不多这样子了 就是上期下 或者是大家联合起来 抵制一个人 各派系之间斗争 都差不多这样子 可是航空业这种基石之间的 这种职位的斗争 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比如说他们要靠这个是非 来做一些升迁 或者什么等等等等 要没有人给人家穿小鞋 故意把他做破坏 等等 或者品质 道德上 或者说他喝酒 等等 有没有这样子 陷害什么等等 我这种你全部都讲完了 里面都有 我这个人的心地 非常阴险 很适合编剧 就是这些 有特别的航空业的机会 或什么 因为每个行业 有些不同的伦理 对 我觉得航空业是这样 像我们这行业 对不起 我打个杀 像我们这行业 就是挖脚 然后跳槽 风很甚 每一行都这样 不是只有我们这一行 我们这行很明显 因为很多都是明星 这样等等 它里面也是有 它里面也都有 其实我如果 如果按照你这样讲 其实没有一个剧可以看得了 不是你不一定要从 华盛哲的第七回来就翻脸 不要有中年女性 休假回来正后去 我是问 我代表听众朋友问 就是我说职场的戏 斗争大家都看过 可是这个机师之间 对pilot之间的斗争 一定有些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几项 他们要开模型机 然后有些人故意把 仪器能坏 有这样子吗 这倒没有 但是他们在里面跟别人 比较不太一样的是说 我自己觉得了 我自己觉得说 它里面有讲到一个是女性 因为她是个女飞行员 对我觉得这个是 这部剧里面少数 那女飞行员 我觉得女力的这个部分 在现在来讲 我觉得算是主流跟显学了 对 你知道大家对女性 操作这个方向盘的事情 尤其是飞行 不太相信 对不信任 菲林丽谣的电影 就是一个车子 就拍她的后面 这老电影了 是 拍后面 然后就看这方向灯 啪 打左边 然后到一个路口 说她打左边放灯 然后向右转 后来那个意大利名字出来 就是女人 真的吗 对啊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女力 或是女生的剧 现在算是主流 而且其实 谭松韵在里面 她是一个162公分的小女生 配上很多的机长 里面都是180 190 谭松韵 谭松韵很有名 谭松韵 红到爆 我真的觉得 她前部戏最红的 你可以听这部分介绍 她有以家人之名 我们之前有说过的 然后还有之前要说 景星思域跟中翰良的 然后最近有热播一个 除了这之外 如果我们没时间 我们还可以讲的 叫做龟鹿 龟鹿基本上就是跟景柏然 景柏然很有名 景柏然 景柏然就是后来的 我们的那个男生 就是刘若英导的那部戏 五月前的歌 现在正在热播中 还没播完 所以我没有特别介绍 是因为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烂尾 但是现在我正在看的 那部叫龟鹿 其实大陆有很多剧 他们喜欢用剧中的人名 去变成一个剧名 比如说龟鹿 他就是讲龟小 女生叫龟小 鹿叫鹿城 所以他这两个 变成叫龟鹿 他是讲的是 我觉得他就叫 他是鹿版的初恋故事 那部叫龟鹿 男主角 景柏然很帅 好 休想我们再来谈一下这部 相风而行 好 我是万文中 你现在收听的是 我说到哪里了 这个在连续假期 我们请我们的追剧专家 张振芬 来给我们介绍一些戏 第一部介绍是 暗夜情报源 是Netflix 第二部戏 是这个爱奇艺 然后丽TV也在播的 相风而行 像这个民航机 女机师 女的pilot 然后她的这个 这个剧场的这个奋斗戏 对不对 是 那女主角就是 谭松韵 大家很熟悉的 这部戏当里面也有爱情 对不对 除了职场的斗争 她一部 这个女的飞行员 如何一步一步往上爬到主机师 主机师 那男主角跟他就是有爱情 对 男主角会变成他副驾驶还是怎么样 男主角也是一样 在过程当中 曾经有变副驾驶 然后有打下去 然后后来当然还是正驾驶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男生女生 基本上他们最后都是很厉害的 当然一定他的 他到最后一定 这剧透一下没关系 反正他一定到最后 就是很厉害的两个机长 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从副机长机长观察员 降来降去上来上去 然后有在一起冲突跟分开的故事 刚刚我真的有提到说 那不是跟原来都一样吗 我觉得还有个重点 当然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女机师 在过程当中 他们有招募 招募 每一个航空公司都有招募 招募计划在过程当中 就开始不愿意招女机师 但是有规定说 一定要有女机师的quota吗 没有 所以很多 他当然据众也有提到说 很多的民航 很多的航空公司 特别不要招女机师了 因为他有很多种原因 大家都知道 女生在职场上 大家讲产假 婚姻 生理的状况等等 我就说 尤其在飞飞机的过程里面 和价值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不相信女性的 所谓的handle 这个机器的这样的功能 还有这个灵围的时候 碰到很紧急状况的时候 女性好像的反应 没有男性及时来的快 这不是我的意见 剧中有讲言 对对 我不敢 不敢不敢不敢 而且我那天问了 我大学同学机长的事 他说其实在里面 也有活生生的 有反显一件事情 是说身体健康的重要 因为机长是不容许 有一丝丝一点点的身体不健康 比如说我们如果 我随便举例好了 比如说我们可能身上 有一个某个不好的东西 我还是一样可以上班 对不对 我三高 我还是一样可以上班 他们不行 他们有一点点就要下来 就不能飞了 对对对 那一下子就从高空就到地面 他剧中也有很多 对对 那很多人 尤其做机师的人 我们了解一些 但他不能飞的时候 他会觉得自己 好像非常无能 很没用 会有这样的状态 有有有 所以心里要做调整 而且他那个其实就是 一下子里面就不能飞了 因为他们要每 大概是三个月吧 就要定期的身体检查 全部的检查的 那个是其实就是 我们常讲 他们常常讲 放榜嘛 完了之后 你可能明天就不能飞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 蛮跟我们其他行业 最不同的地方吧 OK 我们大概了解这个戏了 向风而行 对对对 你有还有什么特别 这戏里面 可以值得介绍的 你追的目的是什么 我追的目的是 想知道男女主角 到底最后会不会谈恋爱 浮浅 很浮浅 所以刚刚我总讲了 那么多桥段 为什么你看了这么多戏里面 都有男女会不会 最后谈恋爱 我就问你 可这个戏前面 一直都没有这样 就是互相暧昧 对 其实我讲过 所有的爱情 最好看的就是暧昧 他一直暧昧来暧昧去 对对对 那我觉得是这样 那我就会有看过 哪一部里面 没有爱情的吗 都是爱情啊 对啊 Discovery National Geography里面 动物都有爱情 对 我觉得爱情是不变的竹梗 我真的这么觉得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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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从DC回来不要这么愤怒 中年职业妇女休假完 这是正后群 没没没 另外最后一部戏叫什么来 哦 这个我写的Netflix 黑暗的荣耀 对不对 对黑暗荣耀 他现在就是一直 而且我那天发现 我在美国看的时候 第二季 对我在美国发现 黑暗荣耀在全美排行榜 也近前十 所以就是韩剧 是真的已经进入这个时代了 我觉得太厉害 那个我还特别看了 Netflix在美国的排行 他前十部里面 只有一部韩剧 其他全部都是美国剧 黑暗荣耀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 很熟悉了 宋慧桥所演的 宋慧桥是台湾 简单来讲 我觉得是台湾男女 都很喜欢的一位韩国女明星 而且蛮久了 然后这次又从年轻 演到他这个 现在这个年纪 讲霸凌的事情 从学生时代被霸凌的事情 黑暗荣耀 等他复仇的这个过程 对 这个戏第一季 我想很多人看了 接到第二季了 对第二季 也还在榜上 也都一直 这两天都还是第一名 我跟听众朋友来聊一下这个戏 这个戏第一季我要看 因为我要追点流行 第二季一开始看第一集之后 我就先停下来 因为我觉得韩国戏真的是 在某方面人性是看得非常残忍的 不管是一开始霸凌的人 后来复仇的手段 或这些霸凌这些人越来越坏 越来越坏 那复仇的人 就一直也还被在 没有复仇成功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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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一直等一等 然后在爱情一直没有成立 反正就一直逼得 逼得你快疯了 黑暗荣耀 所以我看到我觉得 还有讲夫妻的戏 也是这样 婚姻的戏也是一样 看得我觉得 韩国人的狗血洒的 真是这样 洒到底 洒到底 后来台湾一些乡土剧 也是这样互相洒 都洒到底 韩国这个是韩国式的血 很洒到底 看得有点点人性 人性跟社会太凶恶了 看得有点难过 就我这个年纪 是 他是会的 但你们不会 你们看很过瘾 对 我觉得还是一见 这是跟年龄有关吗 还是跟 把对老公的不满 全部发泄在里面 对对对 他对他对他老公 对对如何复仇啊等等 我觉得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 虽然我中国说 可能有点残忍啊 难受啊 可是换一个角度 他就是看得很过瘾 就是报仇也报得很过瘾 很过瘾 我觉得就是 他一直累积好久 一直 一直报仇不成 这样子也很 也很揪心啊 对啊 那而且你会发现说 你看是 他埋的一个梗 不是这样子的发展 结果啪一翻牌 他是这样的 对 我觉得很厉害 这个黑暗荣耀是 第一季 我以为就 就那么多集 看完之后 我觉得 好像也 也可以说那边结束了 但当然没有了 没有没有 然后第二季开始 我就问我老婆说 你追这个黑暗荣耀 我说第二季可以看吗 他知道我的脾胃吗 对 他就说 我绝对可以看 我就想说 我就是看了一集 现在不知道了 现在就是我个人了 提供朋友 反正振奋在介绍这部戏 OK 那第二季完成了你什么样的情绪呢 我们的追剧达人 傻瓜振奋 对不起 浅不好 肤浅振奋 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你觉得 有大快人心的感觉 OK 就真的 第二季完了就结束了吗 黑暗荣耀 Not yet Not yet 我觉得Not yet 就这样子 就是这样啊 人生有追求 有什么不好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到ending呢 不见得每件事一定要有个ending 他就是可以keep going 很好啊 你太闲了 我有稍微选择了一下 好不好 OK 今天介绍这三个 基本上一个呢 是长距一口气可以追的 那第二个呢 刚刚39集 我就一直要探讨 这一步飞行的到底有哪里 不一样不一样 相风而行 对 其实看去也不用这么的严肃 跟一定要获得什么吗 你顺看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第二季的黑暗荣药 The Ending 还没有结束 仇还没复完 还是薪酬救恨 都还 救恨已了 薪酬已来 可以讲吗 可以讲吗 不要太剧透 你会觉得他们可以展开另外一场 霸凌的大戏 另外一场他们复仇的计划 复仇计划还是那批人又开始要反 要对抗那个孙慧桥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男主角 对 所以男主角也有男主角的计划 对 女主角也有女主角的计划 我自己看待第一季跟第二季 比较偏重男主角去帮助女主角 那未来也有可能是女主角要帮助这男主角 哇靠 就是不断的复仇 不断的复仇 但是就是过瘾 然后呢 过瘾啊 我觉得而且你会发现 他的所有的复仇是在淡淡的 慢慢的 直接翻牌的那样子的复仇 休息一下 我们在这听傻瓜振奋 如果跟我们怎么追剧的过程 我是万中 你收听的是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说追剧 因为这个 这几天的廉价 有些朋友呢 我们可以追剧 如果你没事的话 然后 暗情情报园是第一部要追的戏 暗夜情报园 第二个是向风而行 向风而行是在爱奇艺 现在另外两部戏 暗夜情报园跟黑暗荣耀 黑暗荣耀很多人看过第一季 第二季 这都是在Netflix 那振奋 我们的追剧专家 傻瓜振奋 我觉得这名字很适合你 真的吗 很适合你 振奋是鸡牛做的嘛 对不对 是的 为什么说傻瓜呢 第一次好玩嘛 第一次有人学爱好 对不对 追剧追的很专业 然后就 一直追下去 对 然后对 不管在暗夜也好 或者是荣耀也好 和黑暗也好 或者是在风里面也好 就一直不断的追 对 黑暗荣耀的第二季 你也追完了 追完了 但是并没有结束 还要往下追 你可以算可以喘口气了 我觉得可以喘口气 对 OK 他们这种韩剧是 基本上第一季 拍完了第二季standby 他能够预估到在市场上 预估到自己可以追几几季吗 还是一边边拍边走 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预估 而且这个编剧非常厉害 就是金银鼠 金银鼠这编剧有多厉害 他这个团队 太阳的后衣 鬼怪 还有最早以前我很爱的 小慧姐也很爱的 绅士的品格 还记得吗 我知道 对 这些都是这个编剧的 傻瓜小慧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啊 就是他 我觉得这个编剧很厉害 刚刚我们所介绍的两部 刚刚讲的暗夜情报源 还有刚刚讲的相鸿而行 这两个其实都是小说改编 而这一个 他是没有小说改编 他是就是编剧的 所以编剧编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编剧 他还是有他 一个人叫情怀 还是有 他一定有他的一些逻辑 跟他们这一群个团队 对 他们逻辑跟这个公事 可是呢 他这心里面一定要非常的饥渴 对很多东西 而且对韩国社会里面 都一些浅诚的一些追剧的情绪 要非常了解 没错 爱恨交织 爱恨交织 我觉得韩剧很厉害的 就是刚刚所讲的 那个洒狗血 洒到底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不粗糙 我觉得洒狗血的剧 会通常会被人家觉得说 哎呀他很粗糙嘛 就是只能靠洒狗血 可是他的洒狗血 是非常的精致 跟非常的有铺陈 我觉得这部戏里面 虽然洒狗血 但是他的铺陈跟精致 是有呈现的 不过他对富人呢 有钱人这件事情 他是有一点 心里面是满足了很多的 人的观众的那个兴趣 仇富 对仇富 是不是仇富 让你穿的很漂亮 长得也很好看 但是你都 就是一个坏坏的心 对不对 我们不是讲有钱人都这样了 但是我觉得他把负 什么仇富的这个部分 还有阶级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诠释的非常好 对对他喜欢 其实韩国社会是这样子 对啊 你说霸凌啊 然后在升学主义下 怎么样才能够有好的成绩 这些其实在于韩国剧里面 他也可以反映到 其实很多亚洲国家 也都是这样 贫富悬殊 贫富悬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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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能够登上奥斯卡的寄生上游 也是这样子 对对对 这种戏是百看不厌 在一个追剧的社会里面 大部分的人还是在生活里面要挣扎的 看你们富人倒霉 太好了 是啊是啊是啊 没错的 没错 OK 这部戏 哈利文王有很多金剧吧 还有我们刚反映这种 复仇啊 这种 这种心态上 有些什么样的一些 你认为很值得介绍的 有很多你看到 哦 这句话或这个剧情 很解恨的 很解恨的 我没有特别去看他的金剧 但是我觉得他里面的人物的设计 我觉得他有非常多的反差 我中哥有看嘛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在宋伟桥旁边 有一个帮他的一个阿姨 那个阿姨也是一个底层的人物 那个阿姨就后来帮他到处去侦探 侦探机器 以前霸凌他的人 如何找到他的瑕疵去攻击他 攻击他一些人 对对对对 那个这个阿姨在韩国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啊 得了很多奖的 然后对 对他最近呢 有有化妆在社会 在这个社区媒体出现 哎很酷哎 很有样子 很有样子 在里面就是狗巴桑 对 所以他里面 我觉得 除了刚刚我中哥讲的 他的所有金剧之外 我觉得他在 演得太好 太好 我觉得他的女主角 旁边的这个阿姨 也演得非常好 他们的小人物 跟上了年纪的演员 通常都会可能被我们这种 傻瓜的追剧人 我们可能都只看男女主角 可是其实他在旁边的陪衬会更凸显男女主角更厉害的部分 对千句万戏 必有一丑 我也不能说他是丑角 这不是纯喜剧的 可是他演那个小人物 韩国片里面小人物 这些中 这种中年的男男女女都太会演了 而且 在社会底层 但是他自己可以找到方向如何活下去 这个我觉得在台湾都比较没那么重视 对不对 我觉得以后应该会有 会有吗 以后会 因为现在 中生代也开始慢慢起来了 中生代也开始会演戏了 然后 也可以要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但是不好找了 我觉得又会演戏 然后很乡土 或者是说要真的要演到很里面去 不太好找了 对对对 我觉得是了 那这一次当然还有就是 宋慧桥在里面的演法 会跟过去有点点不太一样 你看得这么细啊 我真的觉得 因为我看他以前看太阳的后裔 其实很早很早以前 蓝寺生死令是他的吧 对他很早以前 就快很早以前我就演 所以说台湾人很迷啊 很迷啊 蓝内很迷啊 他就是 但是你就会发现他完全动灵 完全动灵 你稍微看一下 他那个法令纹会有点深 可是他动的不多了 就是我说他脸上的微层型不多 他before after还ok 对对对 他有点点法令 但是还是很 还是很有 但是宋慧桥就是 就是有点灵气这样子 就看起来就是好看 对真的好看 对啊 这里面又被打成那个样子 全身都是巴的 还是好看 对 现在有没有种化妆 打自己化成这样子 觉得好看 不可能啊 不知道 你不觉得他的人物的设计很好吗 当他是这样的时候 他旁边那个男生 就是个医生 而且还是一个整形皮肤科有关的医生 你会觉得他的设计非常好 而且是姐弟嘛 对 感觉上 他没有特别说 对看起来像是姐弟了 看起来 但是他对 但是他没有特别特别说 他应该 对他没有特别说这件事情 对对对 不这个戏真的是 台湾是排名第一啊 第一啊 第一 今天这两天还是第一 旁边有一个傻瓜 傻瓜 鱼君 对对对 有时候在追逐黑暗 黑暗荣耀 他其实就是过瘾 然后 我觉得 他的剧的铺陈的这个部分 还有他其实其他几个坏人 应该说五人帮嘛 那五人帮的角色也非常的鲜明 对 那还有就是我觉得海外里面的 女生或男生的穿着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算赏心悦目 蛮好看的 我觉得韩剧它的水准很好 就是说它每一个部分都很加分 当然这相对于其他的剧 比如说陆剧等等 其实它就是有些分数 可能没有像韩剧这么的整齐 我自己这么觉得 我对这些剧都有一个怀疑 不在这个是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怀疑 他们的车都很好停 到什么地方都很好停车 不管是陆剧还是韩剧 停车马上可以做事 所以很快可以到A点到B点 第二个每个人的 尤其韩剧 每一个人的打扮都不染尘埃 这就是都很漂亮 刚刚进去 就是随时可以出去party的那样的感觉 那他们这些店其实都是有sponsor的 所以到韩国的soul去玩 都可以找这样的店 对不对 很厉害 这个为什么会讲到说 它停车很好停 我就看每个 你看就是他们到 车都有停车位 如果一个戏到处找停车位 那戏就不能发展了 很好找停车位 拍戏就这样子 我第一次听到 我讲说停车 可是你知道剧中里面有一点 我觉得还蛮好是说 那一个他旁边那个阿姨 是不会开车的人 后来会开了吗 对 不这个阿姨真是演的好 然后可以在social media看看 他好像被一个杂志干嘛 拍的非常像GQ 像这个像这种 就很有look很不一样 很有型 对不对 像我们娘娘一样 化妆起来 哇不得了 看起来服装展里面娘娘 你看我们那个娘娘 有有有 哇多有气派 他的话讲好fashion 这个这个 他叫什么名字 叫嫌嫌 嫌熟还什么 我忘了 对对对 这个里面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女士 非常好 非常好 好谢谢我们追剧专家 阿郑芬 你刚不叫我傻瓜郑芬吗 就是自己说的 OK好 我们继续傻傻追戏 有有趣的戏 有过瘾的戏 再给大家介绍 谢谢各位假日愉快 谢谢 谢谢